請見團 並縣政府第一次透過各局處之間 然後跨域裡面的去結合 那由公務處幫我們找到了 這個樹木上的一個銀行 我想這也是全台灣第一個縣市 然後由縣市政府自己來設的這個樹木銀行 其他大部分都是由林務的單位來去來進行 這個除了可以改善整個空氣餅值之外 那另外它其實也可以創造一個 很好一個景觀的一個地點 那這些景觀地點 它又可以做一些氣候的調整 所以不論在是低碳減碳的部分 或者是在SDGS上面都有非常大的貢獻 那也因應我們國土計畫當中 國土富裕的一個促進地區 就成立在這個基地上 那這個地方有4.5公頃 將我們所有公共工程當中 必須要移除的這些樹木 那我們移除到這裡來 那繼續的來養護管理 很高興 那雲林縣在我們中部地區 成立這樣的一個樹木銀行 那也可以成為我們整個國土濾網的一個重要的環節 所以很感謝縣長做這樣的一個努力 我們把雲林縣當作一塊大畫布 我們逐步的在我們所有雲林縣境內 無論是我們所有的制紅池 還有所有的未來整個景觀規劃 還有我們現在要做的一些實體重畫 那到目前為止 我們這一兩年已經種植超過 將近四十萬株的這些樹木 我們希望來到雲林縣 可以在不同季節裡面 能夠欣賞到不同的這些色彩的這些花花草草 暫時留在兩邊